大家好,爱吃鱼的小毛军又和大家见面了 8日播出的TVN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将讲述新手农民们的最后故事 当天李光珠、金宇斌、都景秀、金鸡邦将利用从夏天到秋天的长时间热情耕耘的最后收货物腌制泡菜结束农业 为了好吃的泡菜,在完成泡菜学习的终结者都景秀的指挥下 成员们开始慢慢腌制白菜 在持续的白菜接力赛中,当想象制作组球助时,却突然出现了李光珠克星的赵银成 拎着鞭子出现的他,是不是像结了去网吧招网瘾上年的爸爸 此外,预告里面的李光珠还将几下都景秀以主厨的身份叛乱上位 成为掌管厨房大权的厨师长 在成为技术职称的喜悦中,向金宇斌下达了各种指示,表现出了自信满满的态度 每周都很痛的李光珠录制期间还想作死,竟对赵银成指挥起来说 哥,洗下那边的萝卜吧,结果可想而知 烟完泡萨的他们将用香红的烟泡菜和赵银成招排排血线拉面 都景秀的卤肉三合一套餐饱餐一顿 也算是给他们的旅程划上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作为赵银成兄弟团的李光珠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人了 赵银成曾经在节目中透露说,李光珠是他很心疼,很珍惜的人 因为光珠很脆弱,脑子又很活泛 总是给自己制造了很多难受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被照顾 赵银成车带险,刘在时这几位哥哥一直帮助李光珠 让他走出伤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不过同样曾经是赵银成好友的宋仲基 自从离婚风波之后,宋仲基和赵银成的关系到达了冰点 南韩第44届青龙电影奖在11月24日圆满落幕 虽然美族竞争激烈,但得知获奖者后 也都有网友表示实至名贵 其中,在隐居莫名异能再获高人气的赵银成 这次以神鬼海底捞夺下最佳男配角 更获颁人气奖 不过却被网友发现,与昔日好友宋仲基 不管是在男配角中获胜,还是共同拿下人气奖时 两人皆没有互动,提出主因应该是伪宋慧桥 赵银成和宋仲基领人气奖势分别站到了最两侧 赵银成、宋仲基和李光珠三人是韩语中著名的赵莱恩 即赵银成的好友群 过去不仅长一期去旅行 甚至宋仲基入伍前最后一场粉丝见面会 赵银成也特别现身 可以看出感情甚好 不过在这次青龙奖中一级竞争 最佳男配的两人完全没有互动 宋仲基在得知得奖者为赵银成时 更是面无表情的鼓掌 另外在货班人气奖时 与朴宝印、金轩虎一起上台后 两人也是分别站在最旁边 让人再度讨论起赵银成和宋仲基是如何形同陌路的 网友猜测赵银成和宋仲基闹翻 应与当初离婚宋慧桥事件有关 对此许多网友猜测双方疏远主因是宋慧桥 毕竟在韩国明星离婚都一定的模式会共同发出声明 但双宋却完全不同 宋仲基越过经纪公司直接抢先公开离婚消息 因在韩国夫妻离婚 无顾错的一方有权提出离婚 让当时宋慧桥被猜测做错事 导致舆论笼罩 在离婚风波后 可以看见双宋的共同好友 从造型师、化妆师、编剧、导演和演员 纷纷取消关注宋仲基 也是从这时曾与他称兄道弟的圈内好友 赵英诚、李光珠、金玉冰等人都和他划清界限 不仅主演的电影、首映会都没有邀请他 私下聚会出游也不见他的身影 虽然李光珠一直说 他跟赵英诚是经常一起玩的好朋友 但只要在节目上 赵英诚就会逗他 假装跟他不熟 所以外界就一直有了一个传闻 那就是光珠总是死皮赖脸的跟着赵英诚 所以对于光珠和赵英诚的友谊 很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刘在时在Roney曼录制现场说道 李光珠和赵英诚一起接受了健康检查 光珠还开心的说 赵英诚提供了健康检查费 能一起去体检还给对方付钱 成功认证了两个人的亲骨关系 不过Roney曼的成员 可不会这么放过他 一群人打去说 说李光珠村里现在正挂着 和赵英诚一起接受了健康检查的横幅 暗示光珠在炫耀他和赵英诚的朋友关系 最后成功让光珠愤怒爆发 其实了解的都知道 李光珠是赵英诚兄弟帮的成员 兄弟帮也称为赵Lion 成员都是赵英诚的朋友 一般都是聊聊天偶尔约个饭 成员有车太贤 陪圣一诱 赵英诚 宋仲基 李光珠 金吉汪 林周焕 金宇斌 都景秀 不过宋仲基五年前就被提出兄弟团了 赵英诚和李光珠 友情开始于2011年 两人一起合作拍摄牛排广告 从而认识 之后合作没关系 是爱情啊 开始熟悉起来 再加上两人有共同的好朋友 宋仲基 所以成为挚友是很正常的事 熟悉以后 李光珠经常去赵英诚家做客 李光珠妹妹结婚时 赵英诚还去做了伴郎 赵英诚为棒球赛开球 李光珠也会捧场 在旁边笑得像个傻子 使劲鼓掌 光珠说他拍戏前都会请教赵英诚 所以赵英诚就像是他的演技导师 而赵英诚也说 他从光珠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一起看球 据说大部分时候都是赵英诚付钱 所以在弟弟们眼中 赵英诚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大哥 其实除了他们两个 兄弟帮成员的关系都还可以 车太闲在两天一夜里 经常打电话给赵英诚 有一期还直接把人给拉走了 李光珠家里有一个房间 是长期留给宋仲基的 宋仲基哥哥结婚时 他正在服役 是光珠像家人一样做准备 招待宾客 宋仲基 赵英诚 李光珠 都锦绣四个人 经常一起旅游吃饭 宋仲基服完兵役后的旅行 就是和李光珠 赵英诚去的 果然好看的人 都只敢长得好看的玩儿 只是造谣一张嘴 屁牙跑断腿 赵英诚以后 不要再这样逗光珠了 不然他又要到处解释 虽然这个样子很搞笑 但看起来真的很心酸 还有搞笑的事情是 几年前 李光珠与赵英诚 一同现身机场 李光珠身穿绿色上衣 戴着帽子和墨镜 一旁的赵英诚 则身穿黑色上衣 由于赵英诚 没有戴墨镜口罩等东西遮掩 还一路用手拉着李光珠 被网友误以为 是李光珠的经纪人 有网友称 搞笑艺人 李光珠的经纪人也太帅了吧 敬为天人 比李光珠还帅 并放话 他经纪人这颜质 如果去当演员的话 绝对爆红 从他曝光的照片来看 所谓的经纪人 其实是韩星赵英诚 那些照片是当时结束拍摄 没关系是爱情而后 李光珠 赵英诚 与剧组一起来到机场 向往泰国休假 赵英诚全程保护着李光珠 因此闹笑话 被误认为是经纪人 这也可以看出来 赵英诚也是相当接地气了 之前赵英诚曾表示过 比起李光珠 自己更喜欢送中机 对此李光珠搞笑的表示 我也是比起赵英诚哥 更喜欢送中机 英诚哥虽然说那是开玩笑的 但我不是开玩笑的 对于跟送中机的交情 李光珠表示 从Roneyman开始和他变亲的 中机有时会来我家睡觉 但希望他不要睡我的房间 去睡客厅沙发 他两道Radio Stars 被问及他的感情状况 男神在节目上 大方分享他的婚姻及恋爱观 而且还不断吐槽好友李光珠 整个场面吵我好笑 赵英诚也坦言 妈妈都在催婚 而他自己也表示 我有结婚的念头 也觉得一定要结婚啊 男神又对 车太炫美好的婚姻生活 感到羡慕 但他又表示 车太炫大哥 说像我这样的 反而单身比结婚更好 因为我是赵英诚 这一点会成为对方的压力 很多人以为 赵英诚拥有帅气外表 高挑身材 就是一件很有力的事 可是他表示 对我来说 明星演员这样的称呼 反而在平常生活中 并不有力 因为对女生来说 可能会觉得 要激进我有点困难 在节目里 赵英诚除了 谈起感情之外 也有讲到他很喜欢 和男性朋友出游 众所周知 赵英诚的好友 就是李光珠 和迪欧等人 和迪欧 李光珠一起旅行 很开心 喜欢吃的东西 也很像 像如今可以看来 赵英诚和李光珠的关系 还是更加亲密一些 看来宋仲基确实是被兄弟团抛弃了